2024年6月11日 本場大谷前面两个打席都选到保送上磊 只对其中一球出棒 大谷明了现阶段自己的状态 不适合太多出棒 希望耐心慢慢调整到位 他非常增幻了 第三个打席对调出好球带的滑球 挥空三阵出局 六局下半第四打席 投手换成Gran Anderson 虽然是右侧头 但赛前对左打被打击率只有一成三六 第一球因为出手点制造的上升错觉 让中间稍微偏高的球路大谷挥空 接着偏内侧速球选掉 速球站在外脚大腿高位置好球 两好一坏球速落后 可以注意到这时候再一颗内脚腰带高速球进来 大谷已经可以勉强插到球皮避免被三阵 也就是说大谷应该已经在观察 Anser的出手后逐步调整 头部也穿插一颗偏外侧变速球 中断大谷的视觉记忆 没关系这个球是正硬的 正硬的中央 打得像Otani 不要失败这些错误 那是个骗子 小哥不不好分析 这球除了湿头进洪中之外 显然大谷这球也对投手的速球出手等形态有所掌握了 狠狠咬中炸裂第16轰 急球出处114.2mm 仰角23度 飞行433英尺 而且可以说是把投手的心态打崩了 接着又被扛出三轰再掉了5分才被换下场 大谷的开轰就是有那种把投手的魂都打飞了去各位分享 大谷这一波低潮可以说是个谜的程度 因为落差程度极大 我用4月3日到5月15日 以及5月16日以后微比较区间 这段期间大谷的打击三微比较请见图表 大谷这阵子无论选球打击品质都有极大差异 对坏球触放率从27.1%上升到38.5% 尤其对变化球变得无法抵抗 对非四逢二逢速球触放率42.1% 上升到57.4% 整整上升15个百分点近3乘5 而且对非四逢二逢速球挥空率也从31.7%上升到37% 这也是为何大谷三振率从18.6%上升到25%的主因 至于机球品质方面 虽然机球速速下降了2.4mm 但93mm在同期看300颗球以上的打者当中 还是可以摆到前7.5% 所以机球力量方面并没有出太大的问题 关键在于大谷这一阵子很大程度上失了机出平飞球的能力 也就是机球仰角出了很大的问题 大谷前后对四逢二逢速球机球速是差不多的 但仰角介于8度到32度的甜蜜仰角几率 也就是Sweet Spot Rate 从46.3%几乎砍半到25% 对非四逢二逢速球更是从33.3% 6减7乘到9.4% 整体Sweet Spot Rate 从39.7%砍了3分之2到15.2% 对大谷带来的影响如成绩所见是致命性的 而这样的落差除了少许伤情 知识有时候会跑掉之外 我认为就是打击能否留住重心也影响自具 但落差如此离谱 小哥还是认为场下因素影响心态的稳定度必不可免 确实还是有蛛丝马鸡的 如曾让大谷失眠的水源一瓶认罪 被浸跑UberEats等新闻 两人台面下是否因为法令攻防还有间接交流则不可而知 另外如大谷坦言 手肘附件会限制他的练打量 就更不好调整回来 而大谷说练习空闲下来的时间 有了更多思考时间 或许会让大谷想太多 重点是他也坦诚手走手术后会感到焦虑不安 最后则是今天传出大谷为了豪宅被空拍响尽报导 封杀了日本两家电视台的新闻 我想本季大谷虽然打击技巧上进步更多 但其实各方面如上述面临很多从所未有的场外考验 大谷能否秉除场外造成的影响 本来如他自己所说 也是他要学习的课题之一 这是个只看结果不问过程的社会 但喜爱大谷的朋友 我想必然不希望只能从这个角度看大谷的表现 所以我把大谷需要克服的挣扎呈现给各位看 希望让各位带回也能作为各位喜爱理解大谷的一部分